诸位读者老爷知道 剧场版胖虎这个词吗 大概就说平时的胖虎各种欺负同学 但是到了剧场版那边就会变成一个好人 不过有些时候 在普通的都拉A梦故事里的胖虎也有仗义的时候 比如都拉A梦第140集的胖虎 看见大雄要被人揍了果断站出来给他出头 感觉那时候的他还有小夫在我亲目中的形象一下 就高达了起来 少说都有一米八 这天看都拉A梦一直这么辛苦的照顾自己 大雄就对都拉A梦说 要不你给自己放一天假吧 想干什么干什么去 都拉A梦已经推迟之后还是答应了 但是临走之前还是不放心大雄 给了大雄一个风鸣器 并告诉他遇到困难就按下去 都拉A梦无论这时候在干什么 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来帮助他的 几番推辞之后 大雄还是收下了风鸣器 祈求明天是平平安安的一天的同时 也决定一定不要去麻烦都拉A梦 不过既然FLAG已经立下了 而且大雄本身就是容易倒霉的体质 怎么可能这么平平安安的度过呢 第二天小夫胖虎知道了都拉A梦不在 本来是想捉弄下大雄 让他求助多拉A梦 结果大雄就是不愿意按下风鸣器 让这两个人都暗暗佩服大雄真的有勇气 不过虽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大雄本身还是波折不断 一不小心掉到了一辆货车上 然后被拉到了隔壁镇子 放心不下他的小夫和胖虎 于是一直在后面跟随想要保护他 好死不死 大雄跑的时候没看前面 不小心撞到了隔壁镇上的小孩二人组 虽然大雄马上就到欠了 但是这两个祸却说 大雄看着就欠点 想要收拾他一顿 这个时候 小夫和胖虎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先看看大雄怎么办 被带到桥下的大雄 眼看就要迎来一顿走 纠结之中的他拿出了那个风鸣器 想要按下去 躲在暗处的小夫和胖虎 暗暗摇头 没想到大雄还是没坚持下去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大雄却不是暗响的风鸣器 而是一把将风鸣器扔了出去 并且表示 一定要让哆啦A梦好好休息 不能打扰他 被他的勇气感动了的胖虎和小夫 再也忍不住了 果断出手 阻止了这两个患小孩欺负大雄 这一集的故事里 无论是坚守和哆啦A梦的约定 想让他好好休息 而不去打扰他的大雄